古代打仗时想上厕所怎么办 古代打仗是不能随地大小便 有经验的士兵能通过粪分辨敌军的情况 可以看出敌军昨天吃了玉米金针菇 量少说明缺粮食 问你他们往哪边跑了 这粪便看不出来呢 如果不处理好粪便 容易导致士兵出现肠道和空袭脊道病 严重的可能导致瘟疫的发生 打住别说了 古代的军队处理粪便的方法非常多 究竟解决法就是在原地解决 士兵解决完后就挖坑填埋 但是非常浪费时间 攻测解决法统一挖坑统一处理 不仅能够节省时间 士兵之间还能较了感情 但是就怕突然敌军偷袭厕所 禁止攻击法 把士兵的粪便收集起来 在两军交战时当作武器 这对于敌军是身心的双重攻击呀 还有还有生态循环法 城墙上建两层厕所 一层厕所 一层是猪圈 个人手上的还是猪圈